想要成为一个摄影师 你一定要知道这三个手机APP 哈喽大家好 我是P2 会调色和剪片的大卫城 今天这个视频 我会诚意推荐三个手机APP给你 让你的摄影水平 原本是这样 变成这样 跟上一层楼 我还没开始之前 先要事先声明一下 我完全是没有收钱 来介绍任何一个我要讲的APP 这些APP是我自己都会用的 绝对不是随便吹水罢了 如果你是对摄影有兴趣的朋友们 看到这个视频 你真的是剪到宝了 因为我会无私心 完全全的分享 这些APP是如何用 然后我还分享一些很惊人的操作 废话不多说 赶紧拿起你的手机 我们马上开始 好了 现在我们就进来我们的手机啦 第一个 我想要推荐的APP 就是Lightroom Lightroom这个APP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 一个软件来的 无论是在手机也好 或者是电脑 连现在在行内最专业的摄影师 都是用Adobe Lightroom来调色的 这个不是我讲的 全部人都是用Lightroom来调的 Lightroom其实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的setting 实在是太多了 它对于一个小白来讲 真的很不友善 你怎么知道exposure是什么 contrast是什么 只有一些玩了比较久的人 他们才知道 这个设置是调什么的 什么情况下是要调的 可是这个APP 很多大神都在用的了 如果你掌握了那些技巧的话 很可能你就是那个大神了 所以Lightroom这个APP 我真的很推荐你们学一下 好了 现在我就打开我这个图片 然后我就随便随便讲一下 曝光 我觉得这张图片的曝光都不错 所以就不要这样调了 contrast我们来一下 然后我们把天空给拉回下来 阴影也随便调一下 所以现在我就很简单快速的 就调一下给你们看 我大概大概会怎样去调我这个图片了 所以我就要把它的青色给调走 我不要这样多青色 把青色变成给绿一些 就这样了 天空的颜色也换一换下 不要太多天空的颜色 过后就是这样了 你看哦 这个就是我调色前 这个就是我调色后了 我们再调一调一下我们的肤色 我们的肤色要显白一点 我们可以拉一下橙色的 Luminous我们可以调一调一下 我们的皮肤就可以显白了 看到吗 这个是调色前 这是调色过后 如果你觉得这样调色的话很困难 没有关系 我有出一个Derry Do的调色狼人包 帮你一键调出网红照片 那个调色包到底是怎样呢 简单的讲一下 我们就在这边按一个Preset 然后我们就选择我们自己的Preset 就是这个啦 你看我这边有很多不同的风格 有Dipwood 这个就比较好像木戏的感觉 你看到吗 就一键就搞定了 就本来是这样子 然后我按一按了Dipwood 它就变成这样了 你看到可能真的是这样子就直接出了 不用怎样再调了 不喜欢这个风格的话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风格 比如说这个 这个比较疯狂一点 把全部东西都变成橙色了 这个Preset需要再微调一下 这个不是很好的例子 我们自己看一下下 Light Oil Leaf Light Oil Leaf其实在这些绿色的地方是很好看的 你看到 看到它的绿色就很不一样了 有几个不同的版本 你可以跟着调 你选出一个你最喜欢的版本 这个就不错了 这个好像是 这个是Light Oil Leaf 你看到 这个就是完完全全是成片了 就可以立马出了 这个调色前 这个调色过后 好了 除了这个的话 还有一些Mood 也是一样 非常非常的好看 我们用别的图片来看一看下 这张图片呢 我是在Saba的Kundasa那边拍的 所以我们点一点我们的Preset 然后再选一下我们要选的Preset 你看到 哇 整个就很有感觉了 你看到吗 就只是按一按都不用这样调了 过后我们再选别的 好像Mood 比较有风格化的 你看到 失落感 我们看到那种伤感 那种感觉 就很立马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才在我视频后面所说的 JayTube的调色老人宝 我们一键调出网红照片 就是这个调色宝了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去下面的第一个连结 按下去Shopee购买 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台湾的朋友的话 也没有关系 你在Insta联系我一下 我们可以选择别的方法来购买 也没有关系 所以有兴趣的话 点击以下连结哦 调色这个功能 Lightroom敢认第二 没有人敢认第一了 这个app是免费的 所以真的真的很推荐你们去学习 因为学会了的话 下一个大神就可能是你了 好了说完Lightroom我们就去第二个app 第二个app就是PixArt 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修图app 它跟Lightroom就有一点不一样 Lightroom的话还是专业调色 PixArt呢 它就是比较偏向于修图这一类型的 好像你要在你图片加东西啊 或者是把你的图片变成不一样的地方啊 等等之类的东西 就简单一点来说 PixArt呢 它就比较像我们电脑版的Photoshop那样 它是没有Photoshop这样强大啦 可是在电话里面 它可以做到类似的东西 都是很不错的 而且有很多在TikTok的博主 他们也很擅长在用PixArt来做教学 来教你们提出一些 这些真的是很厉害的图片 那一个就不是我的专场了 我就大概大概来跟你们讲一下 PixArt它到底能做什么 你按这个Tools 你就可以看到 它就可以做到平时的Crop啊 Clone啊 Stretch啊 可以你的你的图片啊 最近有一个很流行的Trend啊 就是这样子的了 可能我show一下给你们看 原来这个Trend是用这个来做的 曲线啊 Curve啊 这些其实Lightroom也有 它这边也有 可是它就没有这样专业啦 再可以看到其他一些 Perspective Tude Shift啊 这些普通的东西 好像Adjust啊 它就可以啊 你可以调调亮度 调清晰度 调对比 PixArt呢 它就不是一个专业调色的软件来的 它是一个功能比较多的App 我们可以看一下Effect 然后这个也是有一个很出名的Motion Blur 在TikTok 很出名的 很流行的 然后你现在可以看到一些 Smart Blur Lens Blur 这些等等之类 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变成转转转了 懂吗 这个Effect 我不懂叫什么 它就转 它就有很多不同的Effect 我们也选一下Artistic 我们可以换一下 你看到 这个就变成这样了 好像一个油画这样子 现在有一个油画 它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呢 PixArt呢 它是一个功能比较多的App来的 可是如果你要它来调色的话 这样子就不是很好了 这个不是一个调色的App来的 还有些人他们就很喜欢 把Sticker加进去 在这里做出很多不一样的效果 你可以涂掉去 你就看到 哦 你看这个Love就在我身体后面了 有很多不一样的Effect 你可以弄的 总之 这个App 它能做的东西 真的是很多 它真的可以媲美我们电脑的Photoshop 如果你是一个新手的话 你想要修一些图 你想要批图 可是你又不想要开始用Photoshop 因为Photoshop 它真的是很很难 这个就可以很好的 让你去踏出你的第一步了 它有一个功能 我是很喜欢的 就是Remove Background 就可以看到 你按一按 它就可以选出你的 背景是怎样的 你看到吗 虽然不是很完美 可能可以加别的图片 我们就可以去这边 按Add Photo 然后我们加我们刚刚所 所弄的图片 然后我们可以按Remove Background 再按一按下 你看到 你看到 其实它的AI真的是做的蛮大位的 虽然这些小小的细节我们做不到啦 可是如果你把你的图片是说到这样小的 你看到吗 那些细节你都看不到了 它这个就变成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了 你就可以不必要这样注意细节 因为在电话P出一个图片真的是很不容易 因为你是用你的手指在这样子弄吧 所以有很多东西它不能很准确的弄 它不能像电脑这样子 电脑的话你可以弄到很好很多的细节 这个APP呢它比较偏向于P图那一边的 它不是调色的 确了就可以很容易的让你去了解电脑的Photoshop到底是怎样用的 它就可以帮你打好一些基础了 就是这样子 这个APP呢它不是完完全全是免费的 它某一些功能它是需要付费的 那个价钱我就不说是多少了 图这边你看到有一个皇冠在这边 这一个就是你要付费你才可以用的功能来的 好像它有一些sticker 我们就按去sticker 我们要加一些sticker 你看到有很多皇冠吗 这些皇冠呢就是你需要付费你才可以享用的一些高画质的素材 或者是一些比较厉害的功能 好的东西通常都是需要付费的 可是如果那个价钱你是可以承担的话 为什么不要呢 它真的可以省你很多时间 好了说到要付费的话可能一些人就讲 诶诶诶诶怎么要付费的 我们这些新手小牌 哪里有这样多钱去给这些extra的钱咯 我们一刚刚开死罢了 这个那个这个那个 怎么没有这样多钱啊 没有钱 没有钱懂吗 等等等等等等 我完完全全明白你的处境 因为我自己也是和你们一样的 用东西的话当然是免费的最最好啦 所以如果你要一个完全免费的APP 接下来听 我要介绍你第三个APP 这个APP是完完全全免费的 而且性价比超好 第三个APP就是snapseed 这个APP呢 它真的是非常好用 它真的是拥有很多很多功能 而且还是它们全部完全是免费的 没有一个东西你是需要付费的 你看到它有多少个功能吗 你看这些全部你都可以尽情的发挥 一分钱都不用给 可是这个APP停更了有些久 停更都不是问题 它只是没有出新的功能 它旧的功能是完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好像我们就看这边有tune image 这样子 好像 brightness啊 contrast啊 saturation啊 这些全部基本的东西啦 你都可以拿来慢慢调这样子 往左往右 往左往右这样子来调 然后你选另外一个 contrast 也是往左往右 往左往右来调 这个APP它是一个非常好用 而且是很简单用的一个APP来的 它就有一些lightroom的基本调色 好像你看这些曲线这样子 这些其实lightroom它也可以做到 在这边呢它也是可以做到 它就没有这样专业 可是还是可以用的 就有些perspective啊 好像你要把你的人弄得高一点 然后你看到我这样拉上去 我的人就长一点 然后你看到它旁边吗 我给你看一下它旁边 你注意看这边它旁边啊 如果我把我的身体拉得这样高的话 它旁边呢 这些黑色这些部分呢 它就会帮我自动填补 你看 它的效果是很好的 而且最重要它是不用比钱的 double exposure也是我会用的功能来的 你看到我做到一些 很多double exposure的教学 无论是在tiktok或是在youtube也好 因为double exposure的功能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用 在这样的头片我们就不适合了 expand这个功能啊 你就可以把你的图片给加长 你看到吗 你要把它加大一点也可以 它就自动填补 它旁边的那一些图片啊 它平时的你看到好像补一下天空啊 它是做到非常非常好的 你看到吗 如果你不说的话 根本没有人会注意到原来是你填补了的 这个图片来的 在电脑也可以做出相同的效果 可是怎么说呢 不要用电脑来跟电话来比 因为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 可是电话它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 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了 不要挑剔了好吗 这个是免费的哦 还可以做到这样子 很厉害了 除了这个功能呢 我想要说它的一些滤镜 你看到它有很多滤镜的 有portrait啊 有很多不一样风格的滤镜 你就可以选 如果你不喜欢调色的话 用滤镜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调色来的 除了一些基本调色 你就可以做一些比较 你看比较复古的感觉啊 你就可以加一下滤镜这样子啊 它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你可以慢慢去研究一下 我就不会一个一个去详细讲解 每个功能到底是什么的 是介绍三个app里面 如果我每一个app来讲的话 真的是这个视频没有人看的 本来都没有人看了 还多这样长 更加没有人看 如果你想要我更加去讲解这个app的话 好像我那个视频 一个视频 叫你学会剪映这样子类型的视频的话 你可以跟我说一下 STEPPS的优点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免费 蛤?你讲什么啊? 你要更仔细的调制教学? 没有关系 你去看我这个lightroom 丛林学习系列的教学 小白要学lightroom 看这个是不会错的了 还不堪 还不堪? 还不堪? 感谢观看